屏幕上的小人物 他们是现实中的真英雄 首要的你肯定要是快 时间就是生命感 把白头发都逼出来 一身正气 执着奉献 勇敢顽强 忠诚无悔 身相背负的这种质人 是必须提前来出的 为国家 为人民战口 这一幕幕的精彩 都被定格在了 微电影和微技时的镜头里 对自己的身体啊 人事安全 首先不太考虑 分分分分分 不怕牺牲 探寻公安影视作品 背后的真实故事 展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动人瞬间 天望特别节目 警察的故事 第二季 完成师生体的故事 اص装 两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我是23号界警员,请讲 我被闭上前路 怎么回事 谁怕谁 死 我奉献,我快乐 是公安部政治部举办的全国公安民警三维大赛的宣传语 目前三维大赛已进行了两届 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微型电影作品和微型纪事作品 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安民警 用一部部影视作品 讲述了发生在他们自己身边的故事 这些作品直接取材于他们的工作、生活 因而每部作品都让你我感动 为了让观众了解这些优秀作品背后的故事 我们走进警营 拍摄和记录了作品中故事原型的工作和生活 为您讲述发生在你我身边 那些普通警察们的真实故事 交通是城市的命脉 而交通秩序和交通安全的守费者 却有着别于常人的悲和喜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交警局拍摄的微电影 《大魔咒》就讲述了一个深圳交警自己的故事 谁知道你了 松手 你抓人了 你快点 不能走 走开 你怎么不要走 抓人了 快救命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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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0 7900 收到请讲 我是民警黄志强 有一辆车肇事逃逸 我正在追赶 请问是什么车 车牌号码是多少 车身颜色 在怎么路段往哪个方向 这一天年轻的交通警察黄志强 在下班回家的途中 遇到了一起交通事故 收到 以拖下警察致服的他决定出手 亲自处理这起肇事逃逸事件 站住 我是警察 站住 站住 大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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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ес 站住 是你的地方 сп星 consid はوا 不住 站住 再坐 坐 Sense 别做 住 忍你 yorum 救 救 都 拿 看 便 走 让 脾 在执法过程中 黄志强遇到了异常激烈的法抗 不仅个人受伤 并且受到了下地狱一般的诅咒 不得好死的诅咒 是微电影《大魔咒》故事的核心点 因为这个诅咒 办案民警黄志强和他的搭档李大亮 陷入了长期的恐惧当中 下班了你还整这一处 这一嘴咬得还挺狠 他们虽然性格格异 但是在心底里面 承受的压力非常大 就是一旦出了事就是踏天了 我听说你了 我打 我打 危电影《大魔咒》背后的真实故事 发生在深圳市龙岗区 当时主要负责案件处理的民警共有三人 因而发生在影片主角黄志强身上的故事 也就真实地对应着现实中的三位同志 那么他们共同经历了什么 又为什么会陷入巨大的恐惧当中 这是发生在2015年3月10日的真实画面 这天晚上 陈阳长在驾车回家的途中 遇到一名骑车的女士被人撞到 你抓人了你不能走 谁抓你了 松手 你抓人了 然而 招事者不仅没有停车主动处理事故 反而丢下受伤的人不过 驾车离去 已经下班的陈阳长过不上多想 朝着肇事者追了上去 追到大概一公里外的一个小区 那个车停下来了 停在小区门口 主驾驶是下来一个女人 就可能像患者或者吊宝 或者离开现场的样子 我就赶紧下车去制止她 这一幕被小区的监控录像 完整记录了下来 女子下车后 及时赶到的陈阳长 立即上前 要求赵氏的女子接受执法调查 她就突然间就发疯一样 就来扎我 我赶紧就跟她 跟她支持她 得知陈阳长的警察身份 女子继续袭警 用手脑 然后用瓶子砸 一直很激烈 陈阳长的面部 颈部 激烈被她抓伤 这时 与赵氏女子同车的一名男子 对双方进行了劝阻 欠阻一下 欠阻一下 后来她就可能是 少少阻拦了我一下 拦了我一下以后 你的就赶紧上车 就冲开那道车 逃进小区里面去了 这时通过指挥中心的调度 增计中 谷拳带队赶到了现场 可是当他们在小区车户 找到赵氏女子时 也受到攻击 因为她又穿了那个高跟鞋 然后对我们队员猛踢猛蹬 那时候她的那个精神状态 已经是像发疯一样了 控制她上警车的时候 张口就咬 她咬住你不放 干嘛 两个手 她是死死地咬住 就是死死地咬住 她也连咬我几次 咬住你的时候 你不能转 一转可能整块又都没了 三位办案民警 被肇事逃逸的女子 打骂 撕咬等一系列情节 在微电影《大魔咒》中 形象地集中到了 黄志强这个角色身上 去 站住 还有 你去哪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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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车 站住 别动 站住 站住 放开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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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电影《大魔咒》中 在现了事故中的受害人 被肇事女司机拖行这一细节 大概500米左右 趴在枪上的父女 被她一路骚 骚了就有点摇摆的骚 把她速度也比较快 骚在地上就一动不动了 在真实的案件中 受害人因为被长时间拖行 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不禁肇事逃逸致人重伤 还狂暴袭警对抗执法 女子的异常举动 引起了陈阳城的特别留意 其实追击的那一瞬间 我也不知道她是喝了酒的 只是下次以后 就看到她那么疯狂的起动以后 才知道她是醉酒驾驶 在真实的案件中 伤者家属也赶到了现场 面对几乎疯狂的肇事者 伤者家属被激怒 伤者家属要去打她了 但是我们还是采取一些保护她的措施 把伤者隔离开 我都亲自去欠倒家属 我都给她加成这样了 她带给我也很大伤害 可是我们现在不能是以暴自暴 只能是按法律程式去走 最终赵氏米斯基终于被民警控制 但是当她被带到医院 进行酒精浓度的检测时 狂暴对抗的一幕再次上演了 但是她嘴上一直还不停地骂人 你们自己焦点都是吃紫刀 发现手上没有血 医生给我处理了一下伤口 这一嘴咬得还挺狠 你这个伤口挺严重的 电梯要过来复查 好 三位办案民警的受伤 为微电影《大魔咒故事》的发展 埋下了伏笔 也由此拉开了民警对抗魔咒的故事 早 早 来 陈哥 陈哥 手没事吧 没事 我就不咬一口 昨天那女的跟疯了一样 陈哥 那女的嘴里可什么都有 打破伤风没有 打什么破伤风 得打狂犬一秒 你们俩这张嘴 赶紧工作啊 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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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有个事情要告诉你们 这事儿队里已经向上级汇报 上级非常重视 而微电影中单位领导的出现 把故事的发展推向了关键的转折点 反常的事情 现在是越来越来越高 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 又攻快 卫生 来 你手怎么了 热恋中的李大亮听到这样的好消息 第一反应不是兴奋 而是失落 怎么 你不高兴 没有 你脖子怎么了 没事 我看看 真没事 我看看 咱们不做警察行吗 你说吧 你到底是要这身警服 还是要我 还是要我 料理的菜已经上齐了 你怎么自己先吃起来了 爸吃饭了 黄志强与家人之间 也出现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今天太累了 命令你还得上早饭呢 虽然编剧和导演拍摄微电影时进行了情节上的改编 但三位民警 但三位民警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化 却不是编剧和导演的杜撰 他们就真实的发生在 报案民警的身上 发生了 第一天就已经发生了 正好我脚扭伤了 我让他来接我回家的时候 他都不肯来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说 我脚都扭伤了 你怎么不接我回家呢 里面很沉重 不知道怎么跟 跟的父母 跟老婆在那里说 有一种想消失在这个世上 或者怎么讲呢 就是说想去死 曾经开朗活泼的兄弟 变得沉默寡言相对无语 孤独和落寞包裹着他们 在单位里 黄志强和李大亮的境遇 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他们最初是被人们孤立 渐渐演变成主动与同伴们 疏远距离 强哥 你也吃个饭吧 快点 现实中 经历暴力袭警事件后 不仅单位领导 给他们放假休息 三个人开始远离家人和同事 意志也逐渐消沉下去 面对这种局面 陈阳城也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做了 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不记得这个事 他们就肯定不会跟着我 后面有后面的受伤 也不会有后面的事 就是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我在龙岗大队担任政委 这个是负责管这个队伍 这块工作的 事情发生后 当时 王亚飞工作的龙岗大队 对三位办案民警 第一时间进行了严格检查 和心理疏导 我们对这个信息呢 也掌握的不是太多 所以发现这个情况以后 我们就马上 就补这个课 去了解 这哪一个单位 哪一个专家 对这个最权威 为了减轻 当案民警的恐惧感 王亚飞找到了 国内权威的机构 并且请到了最好的专家 然后呢 把我们的民警辅警 交到一起 然后呢 先把这个 这个知识常识 给大家普及了一下 这个事件 在微电影《大魔咒》中 得到了真实环渊 我们只是随便聊聊 现在医学发达了 现在是个小问题 然而 专家的讲解 不仅加深了 黄志强和李大安的恐惧感 也让观众 对肇事女司机 诅咒办案民警 不得好死 这一魔鬼咒语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老婆 而这些 也和现实中的真实事件 极为相似 事后我就采访问他们 他说 我们根本听不清 他说的每一句话 他在台上 在对面跟他呱呱呱呱说 对吧 实际上 他在心理上 反而 在心里头产生了 非常多的想象 老中就是控制他上警车的时候 整个手背 整个肉啊 都给他摇起来了 很多血 真的是很多血 总是觉得 我已经得到了这个东西 你才开刀我 你已经是这个回事了 出乎意料的是 专家的讲解 更加加重了办案民警的 思想负担 三位民警中 思想压力最大的是 曾启忠 不是说 我另一个心理辅导专家 面对这个事的时候 确实是 因为一想就会想很多 有一段时间 他跟着想到一些 后事 后续的事情 甚至他以后的事情 要怎么过下去 怎么面对他家里 他都真的有考虑过 这方面的问题 都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了 在微电影《大漠咒》里 李大亮没能和热恋的女友 走到一起 强哥 我和月的分手了 怎么会这样 黄志强也因为隐瞒 始终没有调整好 与家人的关系 我晚上加班 不回家了 是真的加班吗 你最近不太正常 这是电影中 一处与现实不相符的情节 真实的情节是 办案民警虽然刻意隐瞒 但他们的家人 还是知道了真相 创作这本子的时候 原来是按照真实的 他人知道 知道这个事 知道的是我在 绣一场戏的时候 写 他老婆半夜里在哭 偷偷着 在这几个房间里哭 他坐在 他躺在外面 沙发的 有这么一段对话 有这么一段对话 我们家里真是厉害 你要完蛋了 我们家就完蛋了 家里它是一栋 一炷粮啊 一旦出了事 就是他天了 我当时写一写 我都哭了 宋学德的感动 源于在办案民警 最困难的时候 家人选择了 和亲人 共同承担 当时 我老婆听了 听了 肯定是愣了一下 然后可能是 偷偷流了两滴眼泪 如果我把我的 不在意 很乐观的心态 我对她的支持 我都不当做一回事的时候 她自己就不会 当做一回事 那边有明显的迷行 进行牌 我们逆向行驶 我就很不定 我们就这里进行出发 然后你现在靠边 咱俩来这边接着出发 听懂没有 好 谢谢肯定 来 后边停 小峰没事吧 没事 来 先两口 对 怎么了 您好 请出示你的行驶证 驾驶证 怎么了 怎么了 什么意思 李长班马信 你不知道吗 你怎么票还款啊 违反规定 是要发款 违反规定 刚才那人走到那边 你为什么不管 他管我呀 你们地方人 就是要花款 有问题 你可以投诉我 我就是要投诉你 我们这个片子拍出来 并不起求 让观众 说我们交警多 回答 不高尚 要让观众 通过看这个片子以后 他 有感触 这种感触就是 哎呀 当警察 当警察太不容易了 不管是严寒 酷暑 你都站在路边呢 然后司机开车的时候 你也知道陆路正的 难免的发脾气啊 干什么的 在微电影大魔咒中 编剧和导演一开篇 就明确告诉了观众 魔咒 我们有权取得 但他们却没有着意刻画 民警对魔咒的恐惧 人们看到的实战友间 互相激励 互相帮助 共同做出秘境的身后情谊 而这也和真实的情节相仿 把今天拿到我们的团队来接受处理 零五交警中队 在丹平公路308号 去走吗 我们是一个团队 在一起工作也这么多年了 都是很有感情的 我们这个警队呢 实际上有我们警队呢 一个文化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大家呢 这个工作一起做 这个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危难 我们觉得也应该一起承担 一起担当 这三个月 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要不你和家人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陈队 赵王 来了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很大 这事搁谁身上都难熬 队里安排你休息几天 调整一下心情 好好休息一下 怎么样 我休息什么 你什么意思 闭上眼睛 在微电影大魔咒中 有三个月的观察期 来验证不得好死的魔咒 是否附体 最终 黄志强和李大亮 在规定的期限内 战胜了自我 与健康的身心 再次出现在了 人们的眼前 而微电影 也揭开了魔咒谜底 它就是 艾滋病病毒 招出我们司机 竟然是个艾滋病 亲爱的 这个家真的不能没有 你中了钱 你中了 你们中的妈咪要走 我从这儿 我从这儿 大月之 你在那边还好吗 妈妈想你 还不错 老婆 你还不错 就直接把这艾滋病毒 我爸妈没想 通过这个示意 可以反映出 我们公安民警 在日常的执法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 不可预测的一些 危险因素 谁都不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下一秒是什么情况 在路上出去了 就得互相保护 互相支持 支持也是一种团队 一种团队精神 事件发生后 经过反复论证 深圳市公安局交警局 很快形成了一套处置预案 通过系统的知识普及 和加强工作防护 很快消除了民警们 对艾滋病不必要的 恐惧行动 好的好的 在前面前面 来丽雅这里 在前面前面 然而除了恶性传染性病毒 身为交通警察 他们还面临着许多 难以预料的威胁 这一天 值班的增计中 遇到了一个紧急情况 一名警务辅助人员 在街面执勤时 发生了意外 一个车在进上 正常行驶的时候 突然间打开车门 我们的那个辅警 开这个摩托车 装上去倒下来受伤了 受伤的警员 已经被同事送到医院 增计中决定 先到现场 了解事故处理情况 今天 接面执勤的负责人 是谷泉 事故发生后 他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此刻正着手 事故处理工作 看到事故现场的情况 并不严重 事故车辆也得到了妥善处置 增计中决定 到医院查看受伤人员 就医的情况 那个行驶过程中 快要经过那个面包车的时候 已经到面前 大概是五米的样子 突然一下他就把那个门给开了 我没有想到 没有反应过来 然后就撞上去了 撞在开的那个车门上 还有个片子吗 周主任站不在 医生已经给他简单的一个检查了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从事这个交通事故处理 也很长时间了 很多交通事故 从表面上看 特别是伤者 表面上看没事 他可能过一段时间 他就会死去了 以增计中的经验来看 很多交通事故 都可能对伤者造成隐形伤害 如果不及时筛查 后果极其危险 增计中通过详细询问警员的伤情 判断着应该采取的处置方案 虽然看上去警员的伤势并不严重 但是他依然办好了详细检查的手续 安排医院对受伤人员进行最严格系统的诊断 胸部压在这个摩托车上面 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有机会 他的这个身体内部会有受伤 所以我强烈要求医生进一步 这个对他一个检查 为了维护交通秩序 确保交通安全 深圳市公安局交警局 不仅要保证 接面24小时不断岗 还经常针对 威胁交通安全最大的救驾行为 在全市范围内 展开名为烈火的统一检查行动 长期处在情况复杂的接面 经常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 战友之间的默契 同事之间协同配合 已经内化成为了 每一名民警的习惯 干住 我是警察 干住 我疼 怎么说你好 你都下班了 你去管他干什么 脱了这件警服 咱就是普通老百姓一个 你根本没有人会追究你的责任的 这事 就算是一个老百姓碰上了 也会报警 但是交警 端的就是这碗饭 怎么能不管他 太扰了老子人命 实际上这不是先说 他是警察 他的责任感里面 他的这种职业责任感里面 所拥有的这个意识 它就是一条命 咱们兄弟不就是一条命 这里面的含义就是说 我们只要还活动 我们就要干 浩瀚的梦 来生咱们还当亲弟兄 直浪浪的那个热红红 热红红咱们一条命 好恨的天下 好恨的梦 来生咱们还当亲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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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生咱们还当亲弟兄